日本本土新型肺炎個案突破5000宗 當局不排除會加強限制 動靜再多181人染病,創作單日新高 到志士,小池伯俠子說 正是同中央政府初商 考慮豁免百貨店、理化店等的停染安排 外資源確診個案有近280宗 袁志士說明天會自行發佈緊急事態宣言 計劃實施至下個月6日 要求當地的民眾避免外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